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网18日消息,科学家可能首次观察到一颗年轻恒星吞噬周围行星的血腥场景,那NA1撒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的观测表明,母恒星在吞噬行星碎片。 这颗年轻的恒星被命名叫RW,RW,R仅有几百万年历史,仍被一团灰尘和气体包围。 科学家发现,每隔几十年,这颗恒星的光会短暂消失,然后再次变亮,而且年来,它变得更慢且它的光消失的时间更长。 千德拉X射线天文台非常灵敏,可以探测到这颗年轻恒星发出的X射线强度。 通常情况下,像RWA这样的年轻恒星周围,都是厚厚的尘埃和气体,这会改变恒星发出的X射线的强度。 通过允许千德拉X射线天文台观察RW,R可以获得数据,帮助天文学家确定,圆行星盘中存在的材料类型。 千德拉望远近或许发现了这颗恒星最近变暗的原因,两颗因而行星体的碰撞。 当碰到产生的行星碎片落入恒星时,会产生厚厚的灰尘和气体,暂时遮挡恒星的光线,导致恒星变暗。 此次发现这一血型的场面将有助科学家深入了解,影响婴儿行星生存的过程。 此外,7月18日在天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,千德拉X射线天文台能够检测出RW,R周围的大量铁元素。 之前的检测结果并没有显示出如此高水平的铁,因此,研究团队不得不努力解决它可能来自核珠的问题。 该团队推测,这种大量的铁元素,来自一颗行星或A行星,在RW周围的空间与另一颗行星相互碰撞。 如果其中一颗行星富含铁,碰撞会导致铁被碰入太空。 天文学家下一步将研究RW,R的X射线特征,如何随时间变化,提供关于可能发生的行星碰撞类型的线索, 或者可能皆是铁异常的全新原因。 目前,科学家们的努力将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系外行星,了解它们如何形成,并且与恒星之间的相互作用。 Hans Moethe-Guzer表示,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。 这意味着年轻的行星,可能会与它们主恒星之间的互动,并且什么因素能够决定它们能存活下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